玩具一旦布完了之后 丢弃的塑胶还有电池都会污染环境 那么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 透过回收再生 变成了爱心玩具来巡回全台 到了新竹县的新丰国小 教学生修理还有组装 同时也来一一闯关 学生都开心的大玩特玩 超商公仔 卡通人物 小汽车 带着这些可爱的回收玩具巡回全台 新竹县市唯一一场玩具复活节 来到了新丰国小 学生们跳起舞蹈暖身 准备大玩特玩闯关 感谢玩具图书馆协会 来我们学校办这个 玩具复活节的活动 那我想说育养孩子 爱物习物 然后把自己的玩具好好保存 然后不要随意乱丢 我们希望回收二手玩具 能够让我们的生态 让我们的环保能够更好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欢乐永续 就是孩子不要玩的玩具 我们能够让其他的孩子来玩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享受 玩玩具的快乐 协会八年来和Toyota合作 共回收了330公顿玩具 经过制工清洁分类后 可再生超过五万件 电池 塑胶等零件 就不会污染环境 今年全台15场群回中 新竹市倒数第二站 有拼图 漏勺捞弹珠 投篮等关卡训练垃圾分类知识 还要挑战修理玩具 学生用螺丝起子 拴紧轮胎 学会爱惜 塑胶带 扭蛋壳 也能DIY降落伞玩具 向上抛出 就有飘逸的轻盈感 大感新鲜 觉得哪一关最好玩 爱的抱抱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用很多资源 做成一个圆圈 我觉得那个垃圾分类比较有趣 哪里有趣 就是你要知道可以用什么分类 要丢到哪一个垃圾桶 玩具被修复起来 然后是不是更有那种 回收利用的感觉 对 有没有觉得这些玩具 有点起死回生了 有 玩具复活节 在新竹县唯一一场 也在新风乡 小朋友 你看现场的小朋友 多么开心 都能够快快乐乐成长 然后吸收更多更多 课外活动 磁铁吸住宠宠 给小鸟喂食 乡长校长 一同陪小朋友插海盗 玩扯铃 刺激的电流急急棒 穿过铁网迷宫 孩子们透过玩乐 响应SDGS 永续发展 环保爱地球 众讨厌 添微渗 我们的